求订阅 参见师尊 小冉 你随为师在天宗修行二十载 以德为师真传 从今日起 你便是当代玄天圣女 可号令天下玄门百万弟子 谢师尊 孟小冉 上前接圣女令 参见圣女 都起来吧 当然啊 你命格特殊 每十二年就有一次劫难 须有同样命格之人 在身边方可化解 如今你即将年满二十四岁 劫难将至 下山去找那位特殊之人去吧 是 师父放心 十二年前他来救我之时 我送了他一枚玉佩 我的罗盘 可以找到玉佩 应该就是这里了 恩公 不好 恩公中了血咒 不行 恩公身中血咒 我必须救他 他曾经救过我 我以谁相许又算得了什么 迷魂阵 起 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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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怎么回事 恩公 你忘了 我叫孟小冉 你还记不记得 你活动上有块玉佩 就是我给你的 玉佩 嗯 对我 谢谢你救了我 一块玉佩给你 下山之后 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那你一定要来找 嗯 用票 我们拉松 拉松上掉 一百年 不许变 原来是你啊 你真的想想来找我了 对啊 我孟小冉说到的 一定做到 那我们现在就是 昨天晚上 你中了邪咒 我为了救你 就 就这样了 什么 邪咒 你是谁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哟 我的小美人 昨天晚上 可是你主动找上我了 是 说法 你说什么 该死了 这疯狂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这么一点都进不起来了 哎哟 昨天晚上啊 你就像这么一样 分化我 找死 别人 别来 别人 别来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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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就只能找出来 勇绝后患 原来 你从小在山上长大 远不了 被封建民进所的影响 放心 我会好好带你 适应山下的时间 你 你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 谢先生 吴少爷要请您 前往自尊厅赴宴 好 我马上过去 走吧 我带你去训练我的同学 给 堂弟 谦逊 你们怎么 谢同渊怎么在对面 门到昨晚我真的走错了 谢同渊 这个小骗子是谁 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 喂喂喂 你说谁是小骗子呢 看你这打扮 不是相互骗子是什么 他叫孟小冉 是我二世的好友 也是我的未婚妻 你说什么 未婚妻 谢同渊 我百般追求你都不答应 现在你居然要跟这个小骗子结婚 你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从小就是个病秧子 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你 但是你怎么着也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小骗子在一起吧 我说他不是 他 无知 一群蠢祸 我们走 站住 我约你们走了吗 你想怎么样啊 谢同渊 你当真要跟这个小骗子在一起吗 当然 千玄 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 但我们 真的不合适 谢同渊 你好样的 你可别后悔 千玄 千玄 这一女人 明显对童渊心怀不轨 所玩的邪咒 很有可能就是他下的 不过 他身上灵力微薄 没有施展邪咒的能力 难道 是什么人给他的符咒 走吧 看什么呢 没事 千玄 我 堂哥他就是个冰秧子 你怎么会看上他呢 你懂什么 我的事你少打听 哎呀 千玄 我 这人是谢同渊的堂弟 我如果想得到谢同渊的秘密 还是可以利用的 哼 既然你不吃软的 我就给你来硬的 好了 少废话 现在 我要将谢同渊踩在脚下 你愿不愿意帮我 我愿意愿意 我当然愿意 其实啊 我早就看他不顺 他一个病秧子 凭什么能找我 谢家 好 好 我们早 哎 好 好 谁 好 我来 你先进去 我去个贝商店 好 这附近 有施展过咒法的迹象 我要好好找找 不知道 你怎么把谢同渊这个编子也起来啊 就是 就是 斯敏 我们俩的婚礼 你请他来干什么 看着大家都不是很欢迎我 老儿先走了 哎 隆重渊 别生气嘛 咱们就是开个玩笑 大家就是同学 来来 坐坐坐坐 不好意思各位 我来晚了 小雪 你来了 快坐 这边来 这边来 来来来 各位 昨天晚上比较忙啊 没来的一招呢 各位 今天大家好好聚一聚 干了 走走走走 斯敏 哎 不是我说 里儿长心大会本来是好事 可这个编子一来 我感觉整个包箱里就充满灰气 就是 还带着一个小骗子 老远就我到一个窗外 你们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那个 对不起啊各位 是我没有把我的堂哥看好 打扰了各位的雅信 一会儿啊 我就把它给你隔着 这位是 他呀 是我的遵守者之一 也是谢同渊堂弟 谢同华 清雪 我记得 你之前不是喜欢谢同渊来着 你怎么跟他堂弟一起来了 别提了 算我瞎了眼 看见这个忘恩负义的短命鬼 我对他付出那么多 他却要取一个小骗子 什么 谢同渊 你太过分了 清雪 堂堂叶家大小姐 能看上你 算是你家祖坟冒清烟了 你怎么能这样对他 感情之事 远想不了 喜欢与否 都与地位身份无关 我想在座的各位 都应该明白 我明白大爷 谢同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 当年清雪 可是我们学校的女神 多少人暗恋他 你却闻了他的感情 我没有 什么没有啊 你宁愿跟一个不三不四的小骗子在一块 也不愿意接受我们千雪这么好的女孩 你到底按着什么心啊 千雪别怕 我们替你坐着 你们傻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这个B样子给我拖出去 还想让我们千雪看着他伤心吗 你干什么 走 放开 我自己快走 别嘴 别这样什么 住城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骗子吧 啊啊你放开我 你没事的 还真是难情惬意呢 哪来个小骗子 居然敢抢我们千雪的男人 你们都是瞎子吗 哪只眼睛看见我骗你们了 我骗你们什么了 就你这身打扮 不瞎的 都能看出你是骗子好吗 就是 依我看啊 我们也别跟他废话 把他抓起来 授去执法队 对 抓起来 你们想骗什么啊 有什么时候冲我来 小骗子刚刚下山 什么都不懂 如果他得罪了你们 我给你们道歉 道歉 行啊 刚刚这小骗子弄疼我手指了 如果你诚心道歉的话 就留下一根手指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吧 过分 一根手指换一个手指 非常关于 皇上 你想要哪根手指 有一遍挑 这就是要算最重要的一遍 啊 住手 很好 你们已经忍了我 不会放 皇上我们走 站住 我让你们走了吗 哼 就凭你 也能拦得住我 想走就走 我吴家 有高人作证 这个至尊厅 已经有高人布下了阵法 我不让你们出去 你们一辈子都别想出去 阵法嘛 有意思 就看是我厉害 还是你厉害哦 不好 有人破了阵法 你当时找一个给我看看啊 哼 欺怒我们现下 对不起 小冉 是我连练你 身上是因我而起 与小冉无关 你们放小冉走 我留下来 任你们处置 是谁破了我的阵法 哎 任大师 你怎么来了 无少 你有看到是谁破了我的阵法吗 什么 你的阵法就被破了 怎么可能 不会是 怎么可能 他不过是一个小骗子而已 就是 怎么可能是他 不知 也许 你说谁宠货呢 谁宠货就说谁咯 好了 都给我闭嘴 小女娃 就是你破了我的阵法吗 老头 你最好想想清楚 该怎么称呼 哈哈 老夫休息悬法五十来年 而且我的女儿都比你大 叫你一声小女娃怎么了 老头 选法比的 可不是谁的年龄更大 而是谁的修为高 这么说 你自以为你的修为比我高咯 那当然了 你呀 整天花天酒地 不撕进去 再活五十年也没有 好个小丫头 你以为破个小阵法 你就能在这里嚣张了吗 像这样的小阵法 我能随手不下十几个 有本事 你破了我在这个房间布的风水局呀 行啊 没问题 哼 年纪不大 口气不小 你要是破不了怎么办 我要是破不了 我任你处置 我要是破的呢 其他所有人 都得给谢童渊道歉认罪 好 毕业为定 小阵 真的没问题吗 要不然 我留下来让他们处置 你快走吧 放心 一个小小的风水局而已 分分钟就不过 哼 你们这对狗男女 这个时候还打齐骂俏啊 好了 千雪 就让他们多说两句吧 反正 他们也没多少活动了 就是 死到临头了 我看你们还能耍什么花招 哼 一身凡夫俗子总是 小女娃 别怪我没提醒你 三分钟内 你要是破不了我的风水局 你就要让我处置了 你怎么能这样 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时间限制吗 谢童渊 这个时候怕了呀 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 就是 闭嘴吧 任大师也没说没时间限制啊 任大人大师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你们要是一天都解不了 难道让任大师也陪你们玩一天吗 不想三分钟 三十秒就可以了 哼 任大师的风水局 三十秒 你这牛皮一啪就要去到天上去了吧 要不然怎么说是小骗子呢 你见过哪个骗子嘴里有一句实话吗 就是 谢童渊 这就是李选的未婚妻吗 真是可笑 任大师 你怎么了 任大师是吗 现在服了吗 你 你到底什么人啊 什么 是你的 我 我是玄天圣女孟小冉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这 这是太上玄天们的独门局学 传音术 果真是玄天圣女 我认输了 什么 任大师 你怎么能认输呢 他就是个妖骗子 闭嘴 你懂什么 圣 孟小姐才是真正的大师 你们都给老子下跪道歉 对不起孟小姐 说我永远不是泰山 我向你道歉 不是给我道歉 而是给他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起来吧 都扔着干嘛 我来磕头道歉 郑 我们真的要给这个兵鸭子 磕头道歉吗 听不懂什么话 愿不服输 快过来道歉 任大师 我把中间病情来 为我无家做事 你就这么对我的吗 吴少 我也是为你好 才让你下跪道歉的 不然你得罪了真正的大师 到时你就完了呀 他就是一个小骗子而已 神静 你究竟收了他们多少钱 跟他们合线还来骗我 就是 还以为你是真大师呢 原来还是个江湖骗子 你们气死我了 行 骗子是吧 这是我不管的 你们自身自卫吗 怎么 各位 是想赖帐吗 我们怎么想赖帐啊 是你跟任性打赌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 谁跟你打赌 你就找谁去呀 我们又没同意 好一个强思夺理啊 真是见识到你无耻呀 看来 虽然陪我们就吃了 我们走吧 恩公身性善良 身体还不好 不能受太大的刺激 行 你家的风水局 我已经破了 别管我没提醒你 下次 可就没这么好的了 我们走 临走还要胡我一通 我就不信还真的有什么事 五少 我看啊 今天这事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至少揪出了人静 这么一个江湖骗子 对啊思敏 依我看 我们赶紧报关抓他吧 让他把这些年线的钱给我吐出来 喂 什么 我妈从楼上摔下来了 好 我马上去 诶 怎么怎么回事 怎么了思敏 这妈好像不对劲 怎么出都出不去 不是吧 这么些门 我来试试 不行 可恶 是迷魂症 看来昨天晚上 就是孟小冉这个贱人 害我走错了房 怎么办 师傅也没教过我怎么破阵 怎么办 我妈还在地医院 我们人马上出去了 思敏 别急 咱们再想想办法吧 你是歇同人堂弟 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他 不是吧 吴少 真让我去求那个冰秧子 这不可能 对 孟小冉我求你了 赶紧给那堂哥打个电话吧 是啊 秦雪 你劝劝他吧 谢东华 你就打个电话吧 你们 行行行 我打 我堂弟打电话来 求你放了他们 一群软蛋 你就跟他们说 半天就放他们出来了 嗯 半天就放你们出来 你 谢东云说了 半天之后就能出去了 该死的谢东云 敢如此羞辱我 我跟你没完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奇奇古怪的东西的 应该我是玄师啊 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 这世界上真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啊 这个世界上神奇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我到时候再详细地讲给你听呀 喂 奶奶 谢东云 你死哪儿去了 公司出这么大的事 你还不知道 公司 公司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 赶紧给我滚回来 奶奶 公司发生什么事了 自己看 谢东云 你可真是潇洒呀 爷爷当年把公司留给你 你不好好经营 却在关键时刻跑出去拈花惹草 这次又从哪儿选个小骗子回来啊 真是不无正业 我看谢家集团总裁这个职务 你也不用干了 奶奶 唐姐 你们听我说啊 我昨天去 够了 人证是时据载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现在就召开董事会 撤了你的职 奶奶你别生这么大气 对身体不好 谢同云 你要是有清权一败的听话 我后半辈子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了 奶奶对不起 这次确实是我的书 商业区的项目没有拿下来 但是奶奶你放心 接下来牺牲开发区的项目 我一定拿得下来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和这个小骗子鬼混 你把谢家的脸都丢尽了 老太婆 我警告你 不要再叫我小骗子了 我叫孟小冉 是同样的未分妻 我呸 你个不无尊长的东西 想接我谢家的门 做梦 这图是你说了算的 我和同云本就是两情相悦 你谁也管不着 你 一个小姑娘家的说这种话 你还要脸吗 谢同渊 你敢和这个不要脸的混在一起 别怪我把你住住家门 奶奶 你不要对小冉有偏见 她是个好女孩 你 而且 我闻 已经有了夫妻之事 你 你 气死我了 奶奶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啊 奶奶 你没事吧 滚 奶奶 你消消气 依我看 咱们家生意不顺 和家庭不和睦的问题 除了谢同渊的问题外 还有风水的问题 我请了黄大师来帮忙 还是我大孙女的贴心 黄大师可是最近江城出了名的大师 有他出马 我就放心了 大师 风水 哼 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 谁敢在我面前搬名弄服 这个风水真的有用吗 有没有用 倒看它是真大师还是假大师 没见识的东西 黄大师当然是真大师了 你不会以为自己穿着身衣服 也把自己当大师了吧 谁没见识等会儿就知道了 就你家公司这风水问题 不是随便来个什么狗屁大师就能解决的 好大的口气 哪来的小鸭和骗子 竟敢知一本大师的实力 黄大师来了呀 这是我那不争气的堂弟 和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小骗子 你 还不快给黄大师道歉 给他道歉 他也配啊 本大师寻走江湖数十年 岂容你这个小鸭子骗子之一 看你的穿着 应该也是我玄门中人吧 事情何人何派啊 你管我呢 我的身份和地位 还没资格知道 也罢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本大师的手段 行啊 有本事 你就来试一试吧 小人 说话小声点 别惹怒了大师 不怕 他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 一个假大师而已 你们谢家这公司 内部还好 但外部有很大的问题 黄大师但说无妨 老夫人且看 这两栋楼离得很近 中间一道狭长的夹缝 像不像一把尖刀 劈过来 还真是 以前没有发现 现在一看 还真有点邪门 小人 黄大师说的对吗 此人身上没有一丝灵灵 却能看出煞气所在 有点奇怪 在风水中 这叫天斩煞 极其凶险 轻则才云断解 纵则 有血光之灾呀 天哪 黄大师 这 这能化解吗 老夫人莫慌 既然我能看出来 那自然是有化解之法的 老夫人且看 此图名为山海镇 五行八卦居中央 南北各安日与月 中间有山山五岳 四周 是五足四海 有隔绝煞气 颠倒阴阳之功效 区区一个天斩煞 自然是措措有余 谢谢黄大师 那这幅画 该挂到哪儿啊 老夫人且看 这把刀 劈的是这里 只需要把山海镇图 挂到这儿挡住 便可化解 这天斩煞的煞气 谢谢黄大师 来人 把这画挂上去 别急 虽说我玄门之人 但不明理 但此画 乃是我使用上等矿石 作为原料 用我师父上等的狼毫笔 用这陈心纸 费时七七四十九天 心血所花 全江城 也只此一副呀 黄大师 开个价吧 虽然 有些舍不得 但是我们玄门 讲究既是度人 我岂能看老夫人全家 陷入危险而不顾呢 五百万吧 这浮山海镇图 可保你谢家 二十年平安富贵 什么 五百万 你 别理他们 五百万而已 我谢家拿得起 清全 赶紧通知财务部门 转五百万 到黄大师账上 好 小丫头 你笑什么 我笑什么 我当然是笑你这幅上海镇图 乾坤颠倒 三山一味 师父假话 好你个小丫头骗子 你师父没教过你规矩吗 既然你们谢家 没有丝毫的神意 那这话 不漫也罢 大师息怒 我们谢家 绝对有诚意 谢同渊 管住你的人 再胡说八道 我撕完之根嘴 我哪里说错了吗 那幅画明明就 就是 别说 我哪里说错了吗 那幅画明明就是假的 你觉得我哪里 是哪个精神 你说话吗 算了 等他们吃了亏 自然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只要 保护好恩公就可以了 来 你把这块玉收好 千万不要律师 就是 黄大师你看 我们谢家诚意十足 钱已经到账了 不错 那这幅上海镇图 就交给你了 记住 一定要挂备位置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哎 记住了 多谢黄大师 黄大师 财务已经转账了 你们谢家真是大气啊 那我就先走了 有意思 有意思 由于我玉佩的阻挡 煞机冲向了在楼下办公的谢心悬身上了吗 让你抢我恩公的位置 先让你吃点苦头吧 谢统约 如果你不想上董事会 闹得大家都不愉快的话 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奶奶 现在我正在负责西城开发区交标的事情 明时换帅的话 对项目不利啊 堂弟啊 别再用项目做挡线牌了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身体孱弱 动不动就住院好几天 做的项目呢 更是一塌糊涂 有什么资格 带人谢氏集团的总裁 还是赶紧让位吧 我 我说二位 就算让位 也得给我们同样一点交接工作的时间吧 那你说多少时间 一天 好 那我明天带着清田来交接工作 奶奶 小阮 你怎么能替我做决定呢 公司叫给他们住房了 放心吧 你堂姐 明天绝对来不了公司 跟你抢总裁的位置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还能骗你不成 我躺你的电话 记不记得 当然要接了 说不定包厢里的人 有人坐不住了 我是吴思零 谢大少 求求你吧 让你身边的小薰尾放我出去吧 我家里出事了 我妈从楼上摔下来躺在医院 我爸出门被人意味打伤 公司的事情没人管理 再扔下去 我家就完了呀 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 求助你了 快放我出去吧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什么都可以 真的 只能我能做到 那行 你把跟谢家有关系的合作 全部交给谢同渊 好好好 我家既然要盖住了酒店 明天我就去找谢大少合作 不用了 我现在就过去放你们出来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不了 公司还有事情能处理 你一个人去 违背给你了 放心啦 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 你 你是当代玄金圣女 孟小冉 你 认识我 是 我曾拜访 会派圣主 得圣主救命 在下 江城城主 江樊心 拜见圣女 起来吧 我这次下山 不想暴露身份 是圣女 这是城主金卡 见此卡如见我 卡内有数十亿之金 江城二流以上家族都认识了 方便圣女在江城行事 嗯 江城主有心了 有了这张卡 不用暴露身份 也能办成很多事 不错 我很喜欢 圣女喜欢就好 圣女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好 我现在就有一件事 需要你的帮忙 圣女请教 我察觉 这附近有施展邪咒的气息 你调查一下 昨天有哪些人来过这里 把他们的详细资料给我 是 另外 叫我孟小姐 我不想暴露身份 是 孟小姐 撑住 玄天圣女 哦不 孟小姐 她是很厉害的人吗 当然 那可是可以决定全城命运的超级大人物 你通知我们嫡系的那几个家族 玄天圣女家当 所有人不得妄动 是 还有千万别直接暴露身份 他们自己知道这些绝不外存 好的 孟小姐 我急下了 你终于来 我们可以休息了吗 我 我觉得太张庆了 走了 死人果然有法力 我不是对手 你去找师父 来 秦雪 秦雪 你等等我 真没礼貌 你呢 对不起 孟小姐 我向你道歉 我不该那么对谢同渊 孟小姐 我带我老公和秦雪给你道歉了 你态度还算不错 我有那么吓人吗 有 孟小姐今天这一番操作 已经超出常人想象了 那你不怕我 怕 可我没法跑啊 这个酒店是吴思明家的 我现在跟他结了婚 自然也就是吴家的人了 我想 吴家接连出事 应该跟你破了这个房间的风水局 有关系吧 看不出来 你还挺聪明的 说说吧 刚刚为什么那么对谢同渊啊 我大学的时候就喜欢谢同渊 可他一直对我不假辞色 渐渐的 我就对他产生了怨恨 昨天结婚的时候 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不甘心 明白了 跟我来吧 我用楼盘暂时震住了你家的风水局 暂时不会出问题 如果想要彻底解决 带着诚意来卸家找我 谢谢孟小姐 嗯 看在你为人处事还不错的份上 送你一句忠告吧 今期不要去树木很多的地方 最好能远离江城 这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天机不可泄了 我走了 孟小姐慢走 这个新娘有点可惜了 从面相上看 她跟吴思明 这是段孽缘 一个月内 会死在草木茂盛之地 能不能度过 就看她听不听话了 远离江城 无趣树木很多的地方 难道 我接下来会有什么结论 李律师 我帮忙怎么样了 少爷别急 我已经从旧境的医馆 已经调来了医副人员和相关设备 老爷和夫人没事 夫人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我带你去见老爷 好 来 少爷 这边 爸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快 跟前说打电话 就是我们也要跟前说 联盟 啊 喂 弟弟 你在哪呢 我现在过来接你 姐 我在地毫大酒店门口 嗯 好 姐 姐 姐 你怎么了 思敏 爸妈怎么样了 都还好 家族生意也差不多了 嗯 那就好 思敏 明天去谢家签合同的时候 能不能带我一起啊 签什么合同 你答应孟小姐的呀 要把酒店工程给谢家 哼 那个小贱人 把我家害得那么惨 我怎么可能把合同给他们 你不会想反悔吧 孟小姐她只是暂时震住了我们家的风水 可是还没有彻底解决啊 哼 想拿捏我们吴家 哪有那么容易 心儿 别怕 我已经请了港城最有名的学师马大师 明天她就能到 我就不信 孟小姐那个小丫头 能比马大师很厉害 可是 好了 别可是了 我还要盲身遇上了自己 你去照顾一下我妈吧 孟小姐那么厉害 思敏又淹不下这口气 这可让我怎么办呀 唉 回来了 你那堂姐可能已经出事了 出事了 喂 什么 出车祸了 好 我马上过去 还真让你说对了 我当姐出车祸了 在医馆 本小姐经口直断 说的话岂能有错 走 看看见 大姐怎么样了 没事 大夫说 睡一会儿就好了 孟小人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 害我姐出这么大的事 还差点病都没了 不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奶奶都跟我说了 你明明早就知道那幅话有问题 却还任由她摆在那 你到底按着什么心啊 我说了呀 你们不听 我有什么办法 你与其在这儿跟我发火 不如赶紧想想办法 怎么找到那个黄大师 把你们这五百万给要回来 你 你这个狠狠的蛇仙女人 你给我等着 过名其妙 这事也能往我身上推 小人 我堂弟她是担心姐姐 所以才这么说话 你别往心里去吧 行 要不看看你个面子上 我早好找她 够了 别以为你有点本事 就能随便拿捏我们谢家 想进我谢家的门 没那么容易 哎 老太婆 你什么意思啊 谁说我要住你们信家门了 大不了 让同学做这网线天门 我自然也亏待不了她 住口 想让我孙子入住你们家 除非我死了 否则 绝不可能 奶奶 你别生气 她闹着玩的 怎么样 那个姓黄的 找到了吗 她那些信息都是假的 我上哪儿找去 那怎么办 难道就任意由她骗我们家五百万 小人 你有办法吗 我说堂哥 你是不是太相信这个小妖婆了 连真人都不知道是谁 上哪儿找去 谢童华 我说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啊 之前叫我小骗子 现在就叫我小妖婆 你信不信 你真给你吃点苦头啊 我倒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是吗 小妖婆 你对我干了什么 唐奶奶唐 妖妇 赶紧放入我孙子 小人 我唐妮她口不折颜 我听她声音道歉 她只是嘴上不留情 但是人不坏的 你放她吧 你 她赶不赶叫我小妖婆了 不敢了不敢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 疼 快放我走 奶奶 这次只是一点小小的教训 你最好给我长点记性 谢童彦 你看你找的这是什么人呢 刚一来就把我们家搞得乌烟瘴气 奶奶 小妖她从小在山上长大 当下山来不懂事 我有 我教她的 我看你呀 还是老老实实的接受 业价千金的追求吧 找这么个爷女人 以后 有你吃苦头的时候 喂老太婆 小巧不我和童彦的关系 你信不信 我让你也吃点苦头啊 你怎么说两句 这是我奶奶呀 反了 反了你 还没起门了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以后还能了得 谢童彦 我命令你 赶紧跟这个爷女人分手 对不起奶奶 对不起 我对小妖想您道歉 对不起 行啊 别这样 听你的 我不会这样对你 那就好 小冉 一家人 你就得和和气息了 偶尔有点争吵 很正常 但是 绝对不能动手 就像 你刚才对童彦那样 行啊 我知道 只要你们好好教教她 别再用眼影侮辱我 好 童彦 你也给小冉道歉 让我跟这个小样 小 小姑娘道歉 是不可能的 全稀罕呀 小冉 我堂弟就是这份 又臭又硬的臭脾气 你别跟他一本形式 我说堂哥 你还没跟他结婚呢 他怎么老是胳膊肘往外拐 你闭嘴 小冉 你有没有办法 找到那个姓黄的 办法是有啊 不过 我要他跟我道歉 你休想 堂弟 你就给小冉道个线吧 这五百万 对身这个线下来说 也不是个小说 奶奶 你快看看堂哥 他老是胳膊肘往外拐 你快教训教训他 奶奶我真没有 我是一心为了谢家呀 好了 你俩都别吵了 这是医馆 这样称何体统 童韵 你好好想想 你今天是不是 一直向着他 我没有啊 堂弟太过分了 行了 你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 既然你堂姐受伤躺在医院里 你回去好好管理公司吧 你叫孟小冉是吧 你要是能把我们家被骗的五百万要回来 我就让同华给你道歉 怎么样 行了 那你要是找不回来的话 你就滚出江城 别问你 小艾 有吧 孟母 放心 神明觉有 喂 江城主吗 帮我处理个事 喂孟小姐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有个姓黄的贾大师 在江城招摇撞骗已经有段时间了 你给我尽快把它处理掉 黄明是吗 这人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 随时可以拿下 这是 没有十足的证据 行 你现在给我把它抓住 并且要把骗取卸在了五百万 给我全处奉还 遵命 哎 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 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你要是不行的话 就趁早滚出江城 等着吧 这么没有耐心 能成什么事啊 你 孟小姐 城主快来向您奉命 你来了 拜见何秘书 你愣着干嘛 赶快拜见何秘书 拜见何秘书 嗯 不用多礼 城主接到孟小姐举报 他我前往处理 此人也被拿下 被骗金额会如数反弯 谢谢何秘书 有什么需要的 你只管吩咐 你确认一下是否收到转账 哎 好 喂 财务吗 看看公司有没有收到一笔五百万的资金到账 嗯 嗯 好 好 何秘书 五百万资金已经到账 孟小姐 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什么 没在 好 有什么事情您请随时吩咐 怎么样 道歉吧 道什么歉啊 这人是何秘书抓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聋了吗 你没听见何秘书说 是我吩咐他抓的人啊 那 那又怎么样 反正人不是你抓来的 我是不会道歉 谢东华 你这么强词夺理啊 你们刚刚的赌约明明就是他只要把人带过来就行 而不是抓过来 啊 谢东华 不论你怎么回事啊 又帮着外人 反正我说了 要他亲自把人抓来我才道歉 你 那里有心口 要不要我们去查查啊 我到底说了什么呀 我 我 行了行了 孟小冉 这次你虽然有功 但也别得罪印尺 逼童华一个大男人给你一个小姑娘道歉 称何替通 行啊 我犯看出来了 你们县下除了谢通约就没一个正常人是吧 说什么呢你 没大没小 同华 上复印饭店去买点吃 不争气的东西 您说的事情我知道了 师父正在闭关 让我最后天天做梦小的 谢谢他师兄 我听说玄天圣女也来了江城 你留意一下 千万能走 否则不顾太设计 放心 这我当然知道 我又不是活力了 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冲装圣女啊 怎么样 人送给圣女了吗 送到了程主 这是今天早上电号大姐姐事件的调查报告 居然敢挑战圣女 真是早死 听说吴家向我们求助了 是的程主 看起来还要诚意 吴家那群人 都是一群警体之王 还支持圣港 之前因为圣女过了他的风水局 导致一时间各个项目都出了问题 现在黄国进来 肯定会反悔 这样 明天圣女肯定会带着夫婿 前去吴家讨要合同 我们全力配合 好的程主 这就是你家呀 看起来很小的样子 这里离公司近 为了随时方便回去加班 我就买了这么一厅的公寓 这里只有一间卧室 晚上我睡沙发 你睡卧室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当然是在看 你是真这么想的 还是在家挣钱 你什么意思啊 父老父老亲老 走吧你 哎 哎 小姐请进 来喝茶 不知二位前来死为何事 吴上来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明明昨天咱们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 要把酒店的建设项目交给卸一下 好 什么时候说的 我怎么不记得了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 想反悔呢 反悔 死一时 逼一时 当时被这个小妖婆拿捏住我吴家 我才被迫答应 没有追究这个小妖婆威胁敲价就算了 还敢来找我 哼 好一手枪死夺底啊 吴思明 你会不会以为现在 你就不会在我拿捏了 哈哈 小妖婆 之前被你破掉了风雪局 为你找大事弄好 现在整个庄园都是我的人 你还怎么拿捏我 你 吴思明 你太过分了吧 我过分 谢同渊 你们趁人之危 简直犯上是我过分 看看你现在这副万死不活的样子 再看你们谢家 同样这副万死不活的样子 你拿什么跟我斗 思明 你别这样 昨天给你说好事情 住手劲儿 别以为你昨天从我的超广界同渊 我就不知道你带鱼心未了 现在又是马脚了 吴思明 你打我 我们才结婚第一天 你这样对我动手 打你 打你怎么 进入我吴家的门 就是我吴家的人 打你骂你 都得给老子忍着 老子 别过来 不客气 好一出 富畅富随的大戏啊 哼 小妖婆 老子就要连自己婆娘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只是单纯看不惯你罢了 同渊 以后我们结婚了 你可不能正常 当然不会 我又不像这个人 吴思明 从今天起 我们更一决 滚吧 过不了 你还就会 滚回来 既然吴少 不愿意履行成后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以后 我们走去 哈哈 谢同渊 你不会以为 你还有以后吧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谢家大少谈判失利 突发救急 死于谈判桌上 是不是很有说服力 哈哈哈哈 你 吴思明 你还敢杀人不杀 敢不敢 这种事我可不敢做 那你自己犯病 跟我对你的关系 来人呢 我好好吃后谢大少 你 你 吴思明 住手 你想干什么呀 哈哈 孟小人 我知道你们悬门中人 多少跪连无处 但不知道 这些人你对付得了吗 Fuck 吴思明 你要我的命 我给你 你放小人走 吴远 你 孟小人 我命不去这里 我不能连任你 你快走 不 我从又不走 好的狼情惬意 不过不好意思 你们两个命 我都要 马大师 你俩你出场了 孟小人 真是一副上朝的楼顶 什么 我想干什么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不算 那我就不客气了 孟小人 你怎么样 孟小人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就是兄弟们 快坐下 吸收一下药力 马大师是吧 你惹怒我了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火烂一个 尽情发怒吧 咯 啊 马大师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哼 小丫头 怪不得人间不是你的对手 但可惜 这是你的对手 是我 我 下来 什么 你竟然会翻山这 你到底是什么人 是你惹不起的人 呵呵 小丫头 不得不说 你这招翻山这 确实下了我一条 但如果只能有作息 还不受我的对手 我太上军 只只说奴隶 再来 你 你为什么还能使用翻山咒 早就跟你说了 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对于普通收尾来说 一招翻山咒 可能会耗光体内灵力 但对我来说 再搬几座来着 哼 别吹牛了 我就不信 你小小的年纪 有这么多的牛力 不是 这小丫头的灵力 已经用尽了 还不叫你让人上 是 你们还等什么 赶紧跟老子上 哼 独自量力 风啊 鱼 你到底是谁 瞎了你的狗眼 给我看清楚啦 你 胜 你 哼 不信 现在 你还要我们的命吗 不要 不要了 大师 大师饶命 我把酒链项目交给谢家 大师 杀你 他脏了我的手 他们两个带走 还没说 调整理 救救我 救救我 哼 无私明 多幸福以好自为之 孟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跑得很 你先下去吧 好 同样 我们走 小心 对了 他们刚刚 为什么叫你圣女啊 武侠小说里 厉害的人 名字不都是一样吗 那何秘书 怎么对你这么光静 他 当然是怕我揍他吧 哎呀 想这么多干嘛 走啦 好 小心 奶奶你看 那个骗子骗的钱 已经打过来了 好啊 清潜啊 你的伤刚刚好 多注意休息 别累着 奶奶 我不累 谢同渊 掌管家族企业 我不太放心 当然要时刻盯着了 辛苦你了 你放心 我一定找机会 让你接任总裁 谢谢奶奶 不过 咱们公司的业务啊 最近不太顺利 估计啊 还是因为风质的问题 柳泽都解决 奶奶 我在千雪来看你了 奶奶好 老师 奶奶 这是我专门为你熬制的 滋骨汤药 每天晚上熬一份喝 可以严宁益寿 叶大小姐有心了 谢谢叶大小姐 奶奶 现在我跟童华在一起了 以后 你叫我千雪就可以了 好好 之前啊 你给我们家 谢同渊的事 我说过他好多次 他就是死不回来 委屈你了 奶奶 你别这么说 我也是通过 这段时间的相处 看清楚了 谢同渊的真面目 也是觉得 童华才是我的真爱 那太好了 这是好事啊 奶奶 我听说 您的公司风水有问题 我认识了很厉害的大师 可以让他帮您看看 靠谱吗 前两天 我们家 被一个假大师 差点骗了五百万 放心吧 奶奶 我家之所以 从一个不入流的家族 在短短五年时间内 就成为一流家族 全靠陈大师改善了风水 真的吗 那赶紧请大师过来吧 好的 没问题 不过师父这次没空 不过呢 方黎方大师 也经过了师父的争传 太好了 千雪啊 你一来就帮了我们 加这么大的忙 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哎呀奶奶 别客气 我们马上就这一家人了 好好 过两天 我为你准备一场天安夜 好的 谢谢奶奶 你一直看着我看吗 我两天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我是在想 你的病应该怎么治 你不是学生师吗 怎么还会治病啊 那当然 我们学门 有十安医命相补五术 正好呢 这个医码就是医术 我每一术呢 学的都不错 你的病呢 属于先天缺陷 光靠西医很难 甚至连普通的中医都很难治愈 只有我们神秘医术可以 你的意思是 我的病还有救对吗 那当然啦 不过需要一些珍贵的药材 也需要时间去搜寻嘛 好 谢谢你小人 我这个病 克养了我很多年 尤其有办法根治 我真的太开心了 跟我还客气 那你先忙着 我出去打个电话 看到我给你发的短信了吗 尽快搜集好其中的药材交给我 看到了 好了 甚至你先放心 我们一定尽快搜集 其中有一些药材 有年份和品项的要求 你挨个儿记下来 好的 您说我记 奶奶 您来了 方大师 你快看看 我公司的风水 有什么问题 这确实是天灾上 来人 抬上来 方大师 这是 实来泰山时 有镇宅化沙子功效 你奶奶 他们为了做什么要啊 要请个大师 过来看风水 好像姓方吧 你不是也懂吗 你看看 怎么样 大铁上还可以吧 只是那石头的方向不太对 要看他后面怎么做 这是八卦镜 能阻挡和反射煞气 放在这儿 最好不够 住手 你到底懂不懂风水啊 哪来的臭丫头 我不懂 难道你懂吗 臭丫头 你给我闭上嘴 谢同院 你要是再管不好他 我连你们通通通赶走 老太婆 现在是在哪儿找了一个假大师啊 连风水政务都不会摆 想必这就是大小姐说的 那个懂一点风水群学的小丫头吧 臭丫头 年纪不大 口气都是不小 那你说说 这个该怎么摆啊 行啊 那我就替你师父 好好教教你 我给泰山石加上千斤咒 我就不信 你们一直动 来 那我看看你怎么摆这个泰山石 行 那你就瞧好了 你这块石头 主角还不错 但你这个尖角 对着主人的方位 是想脑外面那把刀 还是想给它增加威力啊 哈哈哈哈 臭丫头 没断奶吗 连块石头都搬不动 就是啊 孟小冉 就你这样道 连给方大师提鞋都不配 好了 孟小冉 别再胡闹了 谢同月 咱也把它弄走 再敢在这儿胡闹 你你一起扒 小冉 走吧 算了 不用 看我怎么教训这家伙 我还真正小看你了啊 没想到 你那范子有点道 哼 我行就将毒素死你 这个人 比你吃过的你都还多 嘴拿什么嗝的 确实 你这人是挺考人行的呀 你 哼 牙尖嘴利的 有本事动我一下太山石 试试 孟小冉 你别挣扎了 方大师的水平 你这辈子都比不上 那没段奶的小屁孩 我看你还是回山上再修炼个几十年吧 你们当真以为 我拿这块破石头没办法 我没有本事 你是靠嘴 说说的 哼 不知道天高地厚 破 你 你是哪一派 卷得扑活着重法 方大师 你怎么样了 这小羊的厉害 我不是他的对手 快 打电话给大小姐 好 一个小小的千千臭而已 我家山上有的狗都会 哼 别欺人太甚 有本事 接我一招试试 这个符吗 雕成小戏 你还有什么本事 统统使出来吧 我赶时间啊 哼 你做法再厉害 又怎么样 能代表你的风尘术 比我厉害吗 凭什么说我摆得有问题 说你无知 你还真是 学门武术 买相辅相成 除少数专精一数人之外 其他的各数技艺 都是齐头并尽的 你重法一向被我碾呀 你还怎么跟我斗啊 哼 谁知道你是不是专精重法的 这时候如果认输 就功亏一篑了 不但会坏了大小姐的好事 我自己的名声也毁了 哟 看来你到现在 还没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呢 那行吧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你摆的这风水局 它的负面效果有多大 你 你干什么了 为什么我 动不了了 一个小做法而已 别急 小冉 怎么好像 没什么用啊 别急 再强的风水局 它都需要生效的时间 我只是把生效的时间提前了而已 等我们看吧 喂 什么 我又在出车祸了 你 你做了什么 应该能把这里的风水局 转移到你身上的咒法 只是把生效时间提前了而已 什么 你居然会转移气氧的咒法 叼虫小剂而已 我家养的狗都会 现在 你还敢说自己是大师吗 不敢了 不敢了 你才是大师 大师 放过我吧 我还要去医院 看我儿子 行吗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行 跟我走吧 我没看错啊 这孟小冉 居然比方大师害你 方大师可是 叶家御用风水师的大弟子 实力可是相当强悍啊 童元 你老实交代 这孟小冉 到底是什么人 我 我也不知道 小时候 爷爷带我上山看病 我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小冉 看来 老头子也不是完全纯粹糊涂了 也可能有自己的考量 奶奶 你这是接受小冉了吗 哼 再看看吧 这小丫头是有点本事 但太过于顽劣 而且一点人情事故也不懂 你好好教教她 大师 你要带我去哪 圣女论 方明 拜见 玄天圣女 起来吧 以后叫我梦想前面好了 我不想到我身份 是 你是有修为之人 虽然不高 但也不至于 连一块太山石也感不好 告诉我 是谁让你做这件事 是 是大小姐 她让我来帮谢家 过风水局 但又不能完全破解 所以我才会摆坐 太山石的位置 哪个大小姐 叶家千金 叶千雪 您认识吗 认识啊 记住 回去就说任务已经完成了 别告读我的身份 这 谢家人会输出实情的吧 他们现在八件子大小姐 都来不及呢 为了不惹他生气 不会输出实情的 行了 你去看你的儿子吧 他们都走了 小冉 这个石头放在这儿 没问题吗 这样就可以了 以后你们谢家的风水 就都没问题了 小冉 谢谢你 但是你以后 能不能不要叫我奶奶老太婆了 怎么了 那老太婆跟你说什么了吗 小冉 她毕竟是我奶奶 太好 行行 好 听你的 只要她以后不惹我 我就不叫她老太婆了 你放心吧 他们现在啊 知道你是有本质的人 以后 你就随我称呼他们吧 好 那如果真能这样 那最好了 奶奶 千雪说她待会要过来 这刚才的事 彭怎么跟她说 当然是直说啊 这个事啊 她迟早会知道 方大师回去啊 肯定也会说的 不可 方大师虽然输给了孟小冉 但很显然也是有能力的人 这种人最要面 我们不一定要直说 何况她回去要先去看儿子 而千雪热心帮忙 我也不应该责备她 否则会伤了她的心 那那我们怎么办 就说已经搞定了 其他就不用说 好 明白了 嗯 哎 家宴要准备起来 啊 好 奶奶 哎 方大师已经去过你们集团了吧 去 去过了 那个方大师她还是很厉害的 我们谢氏集团的风水问题啊 都已经被她解决了 那就好 对了奶奶 我托远给您准备了一些烧好的药材 过两天 加烟的时候送给 好 还是千雪贴金 我都等不及 又让你过门了 不好了爸 西城区开发项目被谢家抢走了 什么 怎么可能 我不是已经做了风水局 扰乱了谢氏集团的风水吗 他们前段时间 不都是穿破产的吗 怎么突然又起来了 难道 是风水局被人破了吗 嗯 有可能 你先下去吧 我找马大师坐来看看 喂 马大师吗 我是王忠 王忠啊 不好意思 老马他出事了 暂时没法帮你了 不过 他师父准备去江城一趟 我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 好好 那太好了 走吧 家人快开始了 行 包厢号你发给他们了吧 嗯 这个万圣大酒店 至尊VIP包厢 你是怎么盯到的呀 听说不好定啊 哎 一层包厢而已 给钱不收好了 是吗 您好 您的会计已经到了 请问要送到哪里 快点 送到万豪大酒店 至尊VIP包厢 里面的物品很珍贵 不要弄坏了 找啊 时间来不及了 就来了 这谢同源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这么多的人 等他一个吗 还有没有一点规矩 就是啊奶奶 你看这谢同源 也太不把你当回事了吧 确实不像话 怎么来了 我一定惩罚他 奶奶你别生气 堂哥他可能有事当务了 毕竟是集团总裁 旁边也真长 还是签血懂事 比谢同源身边的那个野丫头 强多了 那个谢同源 不晓得哪里去找了个选事的朋友 这个想法吗 我堂堂写家 好歹也是云城二流家属 哪个能够和那些不伤不伤的人交合在一起 对啊奶奶 我可是听说那些玄尸 个个都有舞弊三圈 将来能不能有后都难说呢 啊 还有这事 对啊奶奶 我家有养玄尸 这舞弊只光把孤独裁 三圈只裁命圈 所有玄尸都至少有舞弊之一 三圈之一 这舞弊随便粘上一个 可就不得了啊 这 我真不知道 还好天学你今天告诉我了 可恶 差点就被孟少兰给唬住了 既然如此 我坚决不让他进我们县家的门 奶奶 二叔 对不起 我们买碗 谢水 你还知道来呀 韩哥 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让我爸和奶奶等了这么长时间 有你什么当晚辈子 对不起 手头的事情比较多 拿下了西边看高级的项目 他有很多种的工作 啊 这个项目对我们现场很重要啊 童韵 你做得不错 快来坐下 奶奶你看 我就说风水还是很重要的 方大师一出手 就立刻帮您拿下一个重要项目 对呀妈 要我说 这件事情的功劳 应该算在我家未来的儿媳妇 千许的头上 哈哈 对对对 算在千许的头上 你们确定这个项目的功劳 要算在千许的头上吗 怎么不算在他头上 算在你头上 也不看看你八年来 你搞砸了多少项目 难道你还不知道自己 有几斤几两吗 就是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人家叶大小姐什么身份 也是你能比的 奶奶 行了行了 快坐下吃饭吧 果然如我所料 他们并没有跟叶千许说实话 也罢 暂时就先把这个功劳给他吧 后面再慢慢收拾他 叔 别说了 站住 我让你坐了吗 嗯 奶奶 你是在说我吗 谁是你奶奶 孟小冉 今天是我卸家家宴 你来干什么 就是 你什么人呢 竟然来参加我卸家家宴 奶奶 你前两天不是已经接受小冉了吧 怎么今天又这样 二叔 小冉是未婚妻 虽然还没有结婚 但是这是迟早的事 哥不靠 他还帮 不靠 谁同意他做我们现家的媳妇了 一没下聘 二没订婚 怎么就能结婚了 这结婚 来自父母之命 没做之业 像我们家同行 今日我同意 他和千许的婚事 那他们 还算得上市 我也更不信 都什么年代了 还玩父母之命 没说之严这一套呢 现在是自由恋爱的时代 我和童鸢就要在一起 就要结婚 你们管得着吗 你 孟小冉 你气死我了 你是一天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喂 老太婆 别以为我叫你两句奶奶 你就真以为自己是我奶奶了 你尊重我 我自然也尊重你啊 你这么对我 我平时要把你放在眼里啊 创事 你还拥有一点规矩 小人 小心 发生什么事了 花开富贵图 你们既然弄坏了老板最喜欢的花开富贵图 好大的胆子 张经理 张经理 有人弄坏花开富贵图 快过来 服务员 这幅画很贵吗 当然贵 这可是我们老板从国外拍卖柜上 花两千万拍下来的 放在这个包厢里 挣风水的 今天你们把这幅画弄坏了 必须全额配上 否则 你们谁也别想走 别啊张经理 这么多钱 我们学家怎么回得起啊 手里开呢 放我们学家就忙 爸 这花又不是你毁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要不是孟小冉 非要躲那么一下 才导致花被毁的 要赔 也应该是孟小冉来赔 什么 你们也太离谱了吧 这事也能怪到我身上 不怪你怪谁 这长辈教育你 你受着就行了 干嘛非得躲开 这花被毁啊 你当然得负全责 不错 同华说的有道理 孟小冉 如果不是你胡闹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叫你赔两千万 一点都不冤 你们怎么能这样 明明少老叔砸坏的话 怎么把责任全部推到小冉身上 谢同月 你还是不是我谢家人 怎么哥们手一直朝外拐 好啊 谢同月 你父母使得着 我供你十公里穿 供你上大学 还演个白眼狼 二叔 我知道你对我有问 我也一直心存感情 但是你们不能 颠倒是非黑白啊 不过闭嘴 我告诉你啊 别他妈在这乱口冒了 谁颠倒是非啊 我看你就是白眼狼 说你是背叛家族 都是亲的 按道家规啊 你就应该逐出家族 滚出江城 就是 谢家的叛徒 怎么还有脸站在这儿 赶紧滚吧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到现在你还没有看出来吗 跟他们讲道理 就如同对牛弹琴一样 毫无作用 哼 孟小冉 不管你说的多么冠冕堂皇 都掩盖不了事实 张经理 我是叶家大小姐一心血 我可以作证 这幅发飞会 完全是孟小冉的责任 你们让他 陪对眼神外 我可不管是谁的责任 我只知道话被毁的时候 只有你们在里边 只要你们拿出两千万来就行 否则一个也别想走 张经理 我可是叶家大小姐 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谢家人先走 把他留下来陪偿就可 哼 你的面子值几个钱 少废话 赶快拿钱 你最好是考虑清楚 叶家 可是江城五大一流家族之一 你要是得罪了叶家 可没你好我的事 去去叶家而已 也配让我们万圣集团给面子 去去一个经理 居然敢看不起我叶家 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滚蛋 不信 叶小姐 我可提醒你 我说的不能走的人里边 也包括你 什么 张经理 你太狂妄了 看好了 我现在就让你滚蛋 喂爸 我被困在万圣酒店了 有个姓张的经理不让我走 你赶紧给他们老板打电话 开除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张经理 现在你想求饶也晚了 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会跟你们求饶 你们赶紧给钱 别拖时间了 我只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 拿不出钱来 可别怪我们都是客气了 我去外面看看情况 站住 你可是毁坏这幅画的第一责任 想跑 门都没有 你这个臭业头 你干嘛 想跑是吧 门都没有 随时我想跑啊 我想随时看看情况 大可不必 依今天这个情况 你毁坏了这幅画 照价赔偿两千万即可 各位 半小时快到了 两千万准备好了吗 能不能通用一下 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在哪里去找两千万 就是啊张经理 两千万不是个小数目 你再通融一下吧 我已经发出了通知 变卖我的股票 大概两千万左右 只是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张经理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时间 你说什么 你变卖你的股票 你没有了公司的股份 你怎么做公司的总裁 没关系 反正唐姐不是一直 想做这个位置 可能他比我好一些 我这恩公 别的都好 就是太善良了 算了 不能真让他 卖光了自己的股份 不用卖股份了 这个钱我来付吧 不就两千万吗 说吧 小蕊 你才刚下山 怎么这么多钱 你就吹牛吧 就你这不样子 像是能拿出 两千万的人吗 就是 哎唐哥 你还是赶紧 把股份给卖了吧 你在耍我吗 这张卡根本耍不了 嗯 居然有人动用了陈族金卡 赶快去迎接 张经理 你最好再确认一遍 还确认个屁啊 完全刷不了的卡 来人把这个胆卡 耍我的人抓起来 张经理 你最好搞搞清楚 你自己在干什么 否则 看不透 嗯 死到临头了 挨嘴硬 臭丫头 你自己烧死 别带上我们卸家 张经理 他不是我们卸家的人 他做的事 和我们卸家没有关系 住手 小小姐是为了我们 你可能打他 陈总 你打我干嘛 我打你算轻的 先好好想想 今天干了是什么事 张卡是谁的 我的 放手 谁让你抓他的 这小姐可是我们酒店的贵客 对不起 是张经理让我抓的 行那滚吧 是 张小姐对不起 是我们酒店对属下管家不言 我是玄天圣女孟小冉 与你们成主有救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这是 太上玄天门 独门秘籍 传音术 果然是圣女 陈总 你们万圣酒店 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再就去处理相关人员 可是陈总 他们可能坏了你最喜欢的 花开富贵图 对不对 衣服化而已 能和他们珍贵的身份相比吗 对不起 各位万佣 你今天做做韭菜 我请了 去去一个万圣酒店 你敢跟我叶家的 最后还不是灰热热道歉了 叶天雪 你不会真以为 陈总是因为 你叶家才道歉的吧 当然了 不然还能是因为你 那要不要 我再把陈总叫出来 让他再来找你陪话 你以为你是谁 陈总 只是害怕叶家的势力而已 是你想叫 就能叫的吗 就是 孟小冉 你就别往自己脸上贴心了 你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们还不清楚 行了 都别闹了 孟小冉 你还嫌丢人不够吗 拿着卡在那装模作样的 结果根本刷不了 幸亏天雪给你解围了 你非但不说声谢谢 还在这儿胡闹 奶奶 没事的 我也是想问谢家做点事 至于孟小冉 我知道她是从山里来的野丫头 我也不想跟她计较 听听听听 这就是我们谢家的媳妇 该有的基本收益 孟小冉 如果你不记得上我们 叶大小姐的万分之一 到时候我都会让你 借我谢家的大门 我说谢同渊 不是我说你啊 你当初拒绝了咱们家千雪 就找了个这么个玩意儿 你是瞎了吧 住口 我不许你们这么说小冉 你们又不认识她 凭什么这么说呢 爱情难道是评选优优员工啊 谁好去选谁吗 同渊 你别跟他们说这些 他们就是一群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既然你们只想陪花 那我就成全你们 陈总 还在外面吗 哎哟孟小冉 你该不会真以为 就凭你这嗓子 就能把陈总给叫进来吧 孟小冉你叫我 孟小冉你叫我 这 陈总 这孟小冉就是山上跑下来的野丫头 你干嘛听她的话啊 对啊陈总 你不会是搞错的吧 这位才是叶家大小姐 记嘴 我多次还要你们来叫吗 请问孟小姐有什么分复 陈总 他们还是想陪你的花 我总觉得 不能辜负他们的好意吧 这样吧 这幅画呢 总共价值两千万 我和同渊成的一千万 其他的一千万 由你们剩下的人共同承担 这很合理吧 孟小冉 你不是在做梦吧 陈总为什么经理的 嗯 我和你就按孟小姐说的算 你的那一千万我做主免呢 至于其他人半小时内 拿不出一千万 别想离开这里 这 这该怎么办 童话 清泉 老二 快给孟小姐道歉 不是 奶奶 你干嘛 干嘛让我跟她道歉啊 这还看得出来吗 这里根本就没有叶家什么事 陈总给的是孟小冉的面子 我不管 反正我是不会跟她道歉的 闭嘴 不道歉 我帮你卖 小冉 对不起 是我老太婆 老眼昏花 我会重新考虑 你和谢同渊的婚事 你就告诉陈总 放过我们谢家这次吧 还算你没有昏庸过头 但你一个人求情也不用啊 不过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面子 只要你让他们都不我道歉 你去放过我们 对不起 我说了 我以前没有经过你 都是被他们蒙的 你大人又大量饶了我们吧 嗯 不错 很有诚意嘛 你们呢 你们两个在摸上什么 还不赶快道歉 啊 你该不会真让我们给他道歉吧 对话 你们有一千万 当然可以道歉 李永儿 主号我告诉你 在这个时候 真脸是金钱买来的 对不起 我错了 嗯 对不起 怎么 我没听听听 大人说 我说 对不起 行吗 就剩你了 我堂堂叶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给你道歉 不就七七一千万吗 你等着 不好意思 打起来了 这是两个菜 是谁的快递 药材 千雪 你不是说准备了一批药材 要在谢家家宴上送给我吗 难道 又不是这个 现在的快递都这么智能吗 直接能查到说货人在哪 啊 对对对 我还说给您个惊喜呢 你好小姐 请全身 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货物有没有损坏 这是三百年的野生生 三百年的野生生 岂不是下次以为了 真没见识 百年的野生生就价值百万了 那三百年的 没有一千万 你想都不要心 这价人再高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家千雪 送给奶奶的 千雪有心了 这么贵重的礼物 说送就送 比某些野丫头 糖多了 看来李叔叔 受神的事情求我给你咋了 就还帮我准备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确定 你真的是叶千雪准备的吗 这不是千雪送的 难道还是你的呀 行啊 那咱们这懂得瞧 待会儿你都知道吧 陈总 用这个野生生 抵你拿一千万个吗 够够够 当然够 叶小姐 我不能占你便宜 这是我万圣酒店 超级威艾奇卡 能享武德又贵 谢谢陈总啊 奶奶对不起 这个野生生 我先抵给陈总啊 后面有更好的在送你 没关系 你自己的东西 你当然可以做主 奶奶不见谅就好 小姐 人家眼看火了 可以签收了吗 好 我这就签收 对不起 签收人验证错误 这签收人的性命不对 怎么可能 我就是写的自己名字啊 怎么回事 二块队员 你该不会搞错了吧 就是 你个臭跑狗腿的 连个基本操作都不好 这没有错啊 啊 你是哪个公司的 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 我要投诉你 哟 好大的威风 一言不合 就要投诉人家呢 他作为一个跑狗的 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 难道不该投诉吗 你这话说的 有没有可能是人家的操作 就母母问听 是签收的人不对啊 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难道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那个快递的主人 根本就不是叶晋雪 那你说试试的 难不成是你吗 弟弟 你太幽默了 就算是把他给卖了 也换不到这个野山生 一根毛 哼 一根野山生而已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 要是看到其他东西 那你们还不得吓尿了呀 你什么意思啊 拿上来吧 看好了 这个盘子里装的 是比那个野山生 珍贵十倍的千年雪生 哇 真是千年雪生 上次港城拍卖会上 一个八百年的雪生 都拍了八千多万 这么大的千年雪生 一个亿根本买不到 你们难道真的会以为 叶千雪 会送谢奶奶 价值过亿的要塞吗 为什么不可能 这业家家大业大 一个亿算是 不知这种千年雪生 不是有钱都能买到的 陈总说得好啊 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 这些东西 到底是谁家的 千秋成功 小冉 这真的是什么 当然 准确的来说 现在是你的了 这是我弄来为你治病的 当然是你的了 这太贵重了 再贵重 以为你生命重要了 哼 站住 你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 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以前不用 但现在嘛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欠陈总一千万呢 你 其他人都让我道过歉了 所以不需付钱 现在就差你了 想让我道歉 做梦 喂 管家吗 马上送一千万 到万圣酒店至尊包销来 区区一千万 我业家还是拿得出来的 那个小姐大气 早 同院 我们回去弄吃病 走 老大师远到来 有失愿意 还望见谅啊 王大师客气了 我这次来 主要是寻找我的徒弟 他来江城之后 就失踪了 不过 亲说失踪之前 给你们家有过交集 所以我就找过来了 马大师半年前 确实帮我王家 做了一次风水局 据我所知 他在这次失踪啊 很可能和谢家有关系 谢家吗 把你走多一份资料 给我看看 气死我了 孟小冉 你个小贱人 我一定要将你碎石万段 怎么了小妹 那个孟小冉是什么人 居然敢仍一心心 哥 孟小冉就是抢走谢同渊的人 上次把我们一群人 关在包厢里 这次用了一堆珍贵药 才羞辱我 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一定要帮我 好 你是我妹 我不帮你帮谁 既然是全师 你应该找师父和马师兄吧 师父还在闭关 马师兄上次帮我 对付了以上孟小冉 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老师临时不上 没关系 你哥我在全师兄方面 也是一把好手 有机会帮你报仇 话说小妹 我们都是全师 但是师父说你天赋异禀 好好修炼肯定比我们强得多 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修炼呢 我才不想修炼呢 你没听师父说吗 玄修之人 个个都有五逼三圈 要是咱俩都去修炼了 我们叶家靠谁传承啊 也对 这是师父之前念制的法器 是一对的 两个人各在一个 可以通过一年传播 太好了 有了这个 我就可以在学学方面 打扮梦朝人了 来乖乖喝药 喝了药啊 病就能好了 能不能不喝药 这个药太苦了 不行 不喝药 病怎么能好呢 可是 真的太苦了 听话了嘛 小心点 喂 你快回来 奶奶下楼摔伤了 奶奶摔倒了 我们快去 小心 这是我哥 叶翔 哥哥好 不好意思啊 我哥他人有点怪 不喜欢说话 你们见谅哦 没事 清雪 那个我们很快就是叶家 你哥呀 就是我哥 我怎么会怪他呢 清雪 这栋别墅 风水有问题 在外面 奶奶怎么样了 奶奶已经没事了 在楼上休息 医生说啊 需要静养 刚刚我过来的时候 发现你们家风水有问题 可能是导致奶奶受伤的原因 不会吧 就我们家风水还有问题 对 我带你们出去看看 走 问他们旁边几户 是不是换过人 你们跟旁边几户人家熟吗 不算熟 但都认识 那最近旁边几户换过人吗 好像换过吧 几天前见有人搬家 不过也没太在意 哎 千雪 你怎么知道这个 一直没跟你们说 其实我也是宣誓 不过为了防止舞弊三圈 所以很少出手 对外也不会说自己是宣誓 真的吗 嗯 这次也是为了你才出手 千雪 我 我真的太感动了 你放心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谢童华一定跟你 一叶千雪 站在一起 你有这份心就好了 前后左右四虎 对这里形成四重火形煞 你们看 前后 左右 四处 分别都有尖锐之物 针对你们家 这叫火形煞 而且有四重 这是有人要对你们家 赶尽杀绝啊 那我们怎么办 按理说 如果一直都这样 你家早就完了 之所以还能平安这么多年 说明这些是近期形成的 有人买下了你周家 哼 罗大师真是好手段 刚不好封水局 谢家老太太便摔下楼梯受伤了 效果真是立干净一样 这才拿到哪儿了 小事留刀 如果 我在谢家上下左右 不想重重杀阵 这对他们 那是必死之局 我就不信谢家 玄师不出手 他一旦出手 我便有办法反制他 好 王大师高明 哎呀 王家主要好破例嘛 四重别墅 价值数千万 挥手便划了出去 好爽啊 多想 清雪 你有没有办法 你帮我想想办法 要么搬家 要么坏解这些煞气 奶奶怎么了 奶奶没事 在屋里静影 但我们家 四周都被人做了风水局 千雪正在想办法破解 你也千雪 你也会喧嘘吗 当然 我只是不像某些人 那么喜欢炫耀而已 我早就看出来 你也有一点手段 但这次的风水局 规模很大 就凭你 也能破解 哼 少看不起人了 我的实力超乎你的想象 你要说他能破解也就罢了 但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他是破解其中一重 也够呛吧 那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哇 有人在破坏我的风水局 你们看 就是那个小姑娘 叶秦雪 她居然也是寻师的 你认识她 认识 我们是同学 她是叶家大小姐 现在好像和谢家人在的谈那样 这就说得通了 我知道叶家有一个很厉害的寻师 叫陈德忠 他能教出这样的学员 不过 凭他现在的功力 还不宜应付我的徒弟 难道是陈德忠在搞鬼 那罗大师 你现在准备怎么了 这里等会儿 可能会有一场玄石线的战斗 你们在这里不安全 先请回吧 这里交给我 辛苦给他 共享意识嘛 很有意思的黑科技 现在 看你们怎么办 居然神不知鬼不觉 别破了我的发气 好厉害 秦雪 接下来该怎么做 接下来 接下来让我想想 接下来我还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你们等着我 先别走啊 你想要什么 我这儿都有 让开 好狗不挡道 我又不是狗 挡不挡道又是什么关系啊 谢家现在情况很危急 你需要什么跟我说 不用回去呢 你 你做了什么 我只是 把某人的作弊工具毁了而已 小姑娘 我知道你有些本事 但你也没必要这样 哦 原来你会说话呀 你 小姑娘 得到人处却到人 这样的规矩 你不会不知道吧 立起来 我们不一定也会输给你 行啊 那咱们就来比比看 孟小冉 你就别再胡搅蛮缠了 对啊 谢同渊 你管管他 秦雪好心来帮忙 你看看孟小冉在干什么 孟小冉 你要不先让开吧 既然风水有问题 那还是早点解决比较好 让他们快点回去拿东西也好 我也想早点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让叶千雪先别走 需要什么东西 我这儿都有 但他自己不说 我也没有办法呀 还是说叶千雪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所以才不敢说啊 快让开 小姑娘 你要怎样才可以让开 简单 让他亲口承认 他什么都不懂 刚刚全部都在作弊 就可以了 孟小冉 你别太过分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秦雪 难道他刚刚说的那些不对吗 对啊 可那些都不是他的本事 而是他的 怎么可能 我刚刚亲眼所见 所有的话都是秦雪说的 他哥哥根本没有开口 那是因为他们俩 有特殊的通讯工具啊 不信你去看 就在叶千雪的幼儿里 谁敢看我的耳朵 都给我滚开 秦雪 住手 我承认是我们输了 你放过我妹妹 哥 他欺负我 你还帮他说话 妹妹 我们承认我们打不过他 是我错行了吧 我又没让你道歉 我只要你一句话 刚刚我什么都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在作弊 就可以了 你 好 我什么都不懂 刚刚全是在作弊 这样可以了吧 秦雪好像是真的什么都不懂 怎么可能 这秦雪啊 明明是为梦想人给胁迫 所以才会说出这种话 他看着真的 梦想人厉害 姐 这秦雪自己都是都说了嘛 他是为了避免舞弊三圈 所以很少出手 这实战能力 肯定比不上天天动手的梦小冉 而且啊 这叶家底蕴身后 听说背后还有个更厉害的勾手 这梦小冉就一个人 他怎么比啊 说一话 行 虽然没什么诚意 但也勉强合格了 你们走吧 等等 你把他们都赶走了 我们家的风水怎么办 本来呢 我是想把他们赶走 自己帮你们解决风水问题 但你这么说的话 我突然又不想弄手了 你 孟小冉 你天天就只会搞破坏是吧 孟小冉 这里是我家 我想找什么人来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也管着 瞧你这话说的 我和童元迟早结婚 你不卸家的事 我当然有权利管了 你听听啊 听听你这说的什么话 真是一点都是羞耻 行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要不要走 要看他们的想法 喂 你们自己说说 想不想走啊 走 我们再就走 请去 看见没 这可不是我把人赶走的 是他们自己想走的 你要是再骂一句 我可就真不管你了 我就嘛 你这个小 孟小冉 这小子就是嘴臭 别介意啊 待会儿我亲自教训他 还请你帮我们破解这个风水局 嗯 这还差不多嘛 我说 这是太上行天宗 独门决击之 无心迷天阵法 对面那位可是 谁 可是 行天圣女 不好啊 快跑 居然有不怕死的赶来窥探我 估计是部下针对谢家风水局的人 跑得倒还挺快 不是吧 这 这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你要是不信 你就让他们都住酒店 你自己一个人住这 呃 别别别 不用 我不用啊 糟了 老大师输了 他说要回港城 请救兵 什么 那怎么办 别急 现在这种情况 说明风水局 已经被破掉了 那多出来的十套别墅 你要想办法 赶紧都卖掉 毕竟好几千万了 黄大师他说回去扮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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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说不回来了 等他带救兵回来 那几套别墅应该还有用吧 黄大师怎么真的回来 不至于是发一条短信吧 肯定要亲自过来一趟 你就别指望他了 可 可是 别可是了 这些事你自己打理吧 这江城啊 谢家的崛起 已经不可阻挡了 我家的业务 我他家的存放太多了 我必须要去别的城市跑跑 看有没有 别的路子 可恶 我不甘心啊 怎么能就这么认输了呢 叶千雪 都是叶千雪那个贱货搞鬼 虽然不知道他 为什么能打败罗大师 但只要抓住了他 何愁对付不了谢家啊 喂 狗子吗 我王少 我王少 帮我抓个人 帮我抓个人 照片一会给你们发过来 放心 钱少不了兄弟们的 奶奶 奶奶 你已经起来了 我感觉好多了 怎么不叫我呢 能下地了 我想一个人出来透透气 刚才我没太睡得着 好像千雪过来了 我家风水不好 是他帮着解决问题的 又是他 老大夫 你是离了那个骗子不能活了是吧 住口 一点规矩都没有 整天胡说八道的 说谁是骗子呢 叶千雪啊 不信你问问他俩 叶千雪亲口承认的 他自己什么都不懂 全靠作弊 这还不是骗子呀 不过奶奶 那个千雪啊 他那叫善意的谎言 事出有因 其目的啊 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啊 啊 你来告诉我 你可真有意思 这样的话 话都能变得出来 来你来告诉我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 什么又叫恶意的谎言啊 孟小冉 你要是不懂就多学 我可没义务在这教你 反正啊 事就是这么个事 考一个事就是这么个事 可是最后我解决问题这件事 你们是一个字都不必 奶奶 真的是小冉不许的分数字 你要相信他 啊 干的不错 我累了 我不想去休息 这叫什么事啊 别人做一点事就吹上天 我做这么大件事 已经干的不错 就给我打发了 小冉 你别生气了 我奶奶他们呢 一时半会对你有偏见 这也没办法 以后呢 我会慢慢的 让他们接受你的 嗯 叶千雪 也有落在我手上的一天 不好 不好千雪有危险 让我看看 是哪个不断言的 居然敢绑架 叶家大小姐 诶 是哪里得罪你啊 你要这么对我啊 嗯 叶千雪 我真是想不明白 老子当年那么追理 也爱他不理了 现在对于谢家那两个男的 你却舔完哥哥舔弟弟 还不惜为了他们和我王家作对 我是说 王腾 如果你想对付谢家 我们就是天然的盟友啊 操他妈忽悠我 我亲眼看见你帮谢家破 王家布上的风水大阵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什么 谢家的风水阵是你家布下的 当然 可说王家功亏一亏啊 不是我 王腾 你找错人了 我亲眼看见你在那破阵 师傅 住手 你是谁 千许你没事吧 我没事师傅 快把他抓起来 这就是你家那位大师吗 狗之上 撞住他 我给你一百万 别过来 踩过来 我掐死他 大师老命啊 就去你捞捞我吧 我知道他全都已经说了 既然东省植物园是你家产品 我可以饶你 但是 你必须为我办一件事 向我做什么 大师请问吩咐 很好 过来 跟你细说 什么 谢城开发就出事了 我马上过去 情况就是这样 对不起谢总 是我没有做好安全管理 请谢总处罚 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 这几个安全员呢 这几个人 是小谢总安插进来的 出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什么 喜同华 这小子就在搞什么鬼 李经理 你先统计好本次事故的伤亡名单 所有抚恤军 全部足够发放 少一分 我拿你试问 是谢总 小冉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你那个堂弟 这次可是闯过大祸了 怎么了 我在这里 感应到了与魔气的残留 魔气是什么 普通玄师体内都有灵力 但有些玄师 为了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会选择修炼邪派的功法 体内的灵力被污染后 就变成了魔气 我们一般称这类修士 为魔修 所以你的意思是 有魔修在这行动过 对 这次的事故 也是魔修所导致的 我怀疑 他在布某种邪恶的阵法 但我现在还不确定 需要进一步调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走 先去找你那个堂弟 姐 千雪交代我的事情 都已经搞定了 这下 我就不信搞定那个谢同渊 干得漂亮 走 我们去公司 找谢同渊逼宫 好 别吃了 思敏 你跟我回家吧 回家 往哪有家 我的家全被回了 滚开 别想抢我的面包 滚开 那个小贱人 你不想看我笑话吗 我去看哥哥 你跟我回家吧 好看吗 嗯 再他妈跟着我 打算弄死你 真是一副好披子 竟然跟燕儿的八字 如此相好 小姑娘 你怎么一个人 在这里哭呀 沿着这个方向 一直往前走 就能得到 你想要的东西 师傅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培养 一具上好的躯体 躯体 是给师娘的吗 嗯 这人跟你师娘 八字相红 是最好的躯体 我指引他 前往东城植物园 那里五行熟墓 墓者 东窟春荣 犹如人的 身世轮回 死在那里的人 体内才会拥有 可以附生的生机 这正是五行大战 逆转阴阳的 关键所在 不好了 谢总 各大新闻媒体 都在报道 我们公司的 西城开发区的事故 好多受害者的家属 都在下面闹事 什么 我不是让陈经理 给他们发放了 足够的抚恤金吗 陈经理确实是 发放了抚恤金 但那些闹事者 非说是 说是 是什么 他们说这个事故 是你故意弄的 为了镇压地下的凶煞 好多人都吵着 让你尝命呢 荒唐 我怎么可能 做出这种事 走 看看去 你先别去 这显然是一场 有预谋的行动 先别下去 那怎么办呀 爷姐 我先打个电话 喂 帮我调查一下 城西开发区的 工地事故 看看背后的人 有没有落下把柄 喂 孟小姐 你给谁打个电话 市民有困难 当然要找城主了 等着吧 很快就会有人 找上门了 奶奶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 谢氏集团 又被你毁了 童渊 我以前只是以为 你有些糊涂 没想到你竟然 上心病狂的 这种程度 你怎么能干出 这种事 真是失几条人命啊 奶奶 你也相信 这件事是我 故意做的吗 不是你 还能有谁 难道是童华 和清泉 他们又没参加 城西开发区的建设 奶奶 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是什么人 您还不知道吗 奶奶 其实我还是相信 堂弟的 我认为凭他一个人 绝对做不出 这样的事 也对啊 这堂哥 他肯定没这么狠心 但他旁边这个人 可就说不一定了 弟弟说的对 奶奶 你想想看 堂弟他根本就不懂 风水煞气这些东西 但是他懂啊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这一点 孟小冉 蛊惑 谢氏集团总裁 残害十几条人命 罪无可视 来啦 把他抓去 交给执法队 慢着 怎么说着说着 又说到我身上了 事故发生之前 我压根的 没有去过工地 这个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外外外 口说无凭 你说没去过 就没去过 工地门口 都有监控的 不信你自己去查呀 看看有这么多 查监控有什么用 你们这些悬尸 不都会什么隐身术 穿墙术之类的法术吗 查监控又查得了什么呢 你还真搞笑啊 我是悬尸 我又不是魔术师 就算会 你又没有证据 你凭什么抓我呀 我们这叫合理的怀疑 把嫌疑人扭送到执法队 他们自然就会去找证据 哼 巧了 你没有我犯罪的证据 我却有你一次犯罪的证据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先把你 扭送到执法队呀 你别在这儿学个灰人啊 我 这 这工地发生事故的时候 我 我当时在酒吧喝酒 我有不在场的证明 我根本就没去过工地 你慌什么呀 我又没有说 是你在工地制造事故的证据 我 我 我没 但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 已经足够证明你 这次的事故与你有关 奶奶 这是谢东华 多路工地安全员 制造事故的证据 根据银行流水表明 在事故之前 他跟这几个安全员 都有机会 什么 碰碰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奶奶我没有 你希望不要相信谢东华说的话 我真的没有 这里明明记载了你跟所有安全员的账务往来 和见面的时间地点 你还怎么狡辩 奶奶 这是真的只是巧合 我跟那几个安全员本来就是朋友 我之前欠了他们一些赌债 我只是把钱还给他们 还给他们找了一份工作 除此之外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信的话 可以把那几个安全员抓起来当面对质 我们也一直在找 可是那些安全员在事发之后 都不见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根本就没有证据了 对 没有证据的事你们也赶快说 信不信我告你们诽谤 奶奶你从小看着童话长大 她秉性纯利还干不出这种事的 要我看 都是这个小妖婆 妖言获重 对 妖言获重 奶奶 把她抓起来 对 来人呐 把她抓起来 住手 何秘书 你怎么来了 再不来还不知道你要做出什么事来 把她带走 何秘书 别碰我 别碰我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何秘书你抓我孙子干什么 你自己问问她做了什么 奶奶你相信我 我知道什么都没做 死到临头害嘴 我告诉你 被你收买那些安全员已经全被我抓了 还要狡辩吗 谢童话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你对得起我和你爸吗 你对得起你身权的爷爷吗 奶奶 别碰我奶奶 你不是我们现家的子孙 我和你爷爷从小就教育你们 做人要走正道 做事要讲良心 你这都做的什么事啊 奶奶 我只是鬼迷心窍奶奶 奶奶救救我 哥 唐哥 可以救救我 我是被人蛊惑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来 哥 告诉我 是谁让你做这些事的 说不定我可以救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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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子人没错 又是他 带走 奶奶 奶奶救我 奶奶 救不了你 何秘书 最近城里还有别的诡异事情发生吗 有 据群众举报 东城植物园树上有人吊死 但我们的人感到 人不见了 有没有地图给我看看 有电子吧 这是西城开发区 这是东城植物园 北城有个自来水厂 南城有个燃气厂 我明白了 怎么了孟小姐 东方蜀木 所有人死在了树木之中 西方蜀金 所有人死在了钢铁厂中 这是 摩州在布五行大阵 五行大阵呢 之前我在西城开发区工厂 现地感受到了残留的魔气 之前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可以确定了 那这个摩修 不五行大阵干嘛 天地万物 都是由金物水火土五行组成 所以五行的阵法功能很多 西威之处的区别 就是在于可以让功能轻便万化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他们具体想要做什么 但是不重要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进一步行动 那孟小姐您是知道下面要做什么吗 既然是五行 那下一步必然是北城的自来水厂 或者是南城的燃气厂 在这两个地方制造事故形成煞气 最后再汇集到中央 五行大阵便会被全部激活 切实立腔生灵涂炭啊 北城的自来水厂是叶家的 南城的燃气厂是谢家的 我立刻通知城主前往北城制止暴乱 治愈南城交给您了 你放心吧 我们现在立刻召集所有保安 前去燃气厂守护南城 好 喂 保安部马 立即召集所有保安到门口集合 快 燕儿 你在下面一定很孤独吧 别怕 我马上就成功了 到时候我接你上来 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有做的 这是我为你 准备的新曲题 你喜欢吗 师傅 谢东华被抓了 现在很多人正在赶往北城自来水厂 我们的计划可能暴露了 那就赶到他们之前立刻行动 小冉你看 燃气厂的所有道路已经全部封闭了 现在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很好 现在但凡有人轻举妄动 我都会第一时间察觉 不过小冉 我们真的要一直守在这里吗 放心 五星大阵是由五个小的阵法组成 先由东 南 西 北 这个阵法分别启动制造足够的煞气 再由中间的开启汇聚煞气 最后再全面开启 从第一个小阵法开启 到第四个小阵法开启 中间间隔不能超过七天 你还记得西城开发区事故到现在还有几天吗 四天 对 所以我们只要再守三天就可以了 到时候 我一定能把布这个魔秀都揪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 还是死守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吩咐下去 给守卫燃气厂的保安 加工资加餐 喂 不好了孟小姐 我们来晚了 北城自来水厂管道爆裂 数百吨水冲到厂区 很多工人都被埋在里边了 什么 快 立刻安排救援 再召集城里所有的悬尸 去水厂计划那里下去 可是 我们调动不了那么多悬尸 用我的名号 悬尸扬上激励 悬尸前步上 悬尸接圣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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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师傅 悬天圣女已经发出了圣女令 调集将成数百悬尸全部前往水厂 开始清除那里的煞气 南城县家燃气厂 又有重兵把守 我们根本进不去 哼 我就知道你们会坏事 对不起师傅 我掌控谢家失败 换了师傅您的计划 请您责罚 既然我早有预测 自然也有准备 南城燃气厂人不用管了 现在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把谢家的人给我抓过来 能抓几个抓几个 是 下去吧 哼 想圣女吗 许久未回山门 也不知道这一代圣女 有多少今天 可以行动了 天苗 天苗 天亮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随便看看 我只是觉得 我好像移动了什么 什么 你知道 那里是哪里吗 不清楚 我看看地图 这个地方 风水不好 常年荒废 一直住着一些流浪汉 以前好像是一个什么工厂 哦对 以前是个什么工厂 好像是 烟花爆竹厂 烟花爆竹厂 不好 该死 我早该想到 那个地方也是正南 现在怎么办 五行大阵的四方阵法已经全面开启 现在要想阻止他们 恐怕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 折倒黄龙 杀入他们的老巢 可是 你知道他们的地址吗 很简单 将这四个出事的地方 南北相连 东西相连 他们的交汇点 便是他们的老巢所在 这里是 世界十九的总部 这里是 世界十九的总部 世界十九的总部 走 快去 你去干嘛 这是我们全世界的战斗 不是 我得 别可视了 你去我的 我去解决了 猛秀就回来 不行 我得跟你一起去 你去干嘛 说不定还会让我分心 是去一个小小的毛孝而已 我解决完他就回来 回去 做好看待 恐怕我 要不我们都回去吧 安安静地做个普通人 拯救世界什么的 谁要看谁干去呗 谢同学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我不是普通人 我是掌握天下百万学师的 学生圣女 所有人都可以好救我 不吗 巧巧我师父就教导我们 我们学师 入世 当记救世民 出世 则安修其身 现在 是即使救你们的时候了 我明白了 那你去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放心 我可是最最厉害的圣女大人 天下的百万学师 都是我的手下 我肯定会安全的 区区一个小小的毛孝而已 不足保持 解决完套就回了 我们呀 要去高高的地方 你给我回来 你 终于来了吗 燕儿 等我回来 就是这样 我这不计正好 此言一定非常深刻 好 多谢圣语大理花家 我陈德忠深感有幸 你是 我太上玄天宗企图 陈德忠 哈哈 玄通的老儿 是这样说的吗 就靠 不许你这样说我师父 堂堂当代圣女 如果就这点本事 今天可就出不了这个门了 陈德忠 我听我师父说 你年轻的时候 好歹也是本门派的天才弟子 甚至师父都准备把宗主之位传给你 你为什么要判处师门 甚至还成了魔凶 这些话留到你打败我 或者我打败你再说吧 有点意思 我可要认真了 卑鄙 陈德忠 有本事你抱我出去堂堂正正的对决 寻师之间的对决 居然敢设陷阱哦 哈哈哈哈 圣女 我可是魔凶啊 你还指望我会堂堂正正的跟你对决吗 不用挣扎 这跟神儿可是用特殊才要知道 任你有千大神通 也不可能挣脱 你 本来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具丧好的躯体的文艳而死 居然给我送上门了一个更好的 那我就客气了 你想要干什么 魔凶最邪恶的功法之一 射魂咒 不知道圣女你有没有亲说过 什么 你居然敢对我使用射魂咒 要是我师父知道 一定饶不了你 那又如果 过了今晚等我复活了文艳而 我就带她远走高飞 到时候天大地大 谁又奈何得了我 哈哈哈哈 是 是你果然练 被困住了还能施法 陈德忠 你这绳子也不怎么样嘛 我的手还能解手印 嘴还能念咒语 你凭什么难念我 哼 就让你看看我凭什么 身杀阵 起 这是我的地方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准备吧 雨碗困顶 震伐沙顶 这可是一个梁环杀阵 我看你这么碰 是吗 那我就让你看看 九天神咒 黄黄天飞五雷神咒给我批 居然是五雷神咒 小阮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就是有点脱力 你怎么来了 我刚回到家 就发现唐姐和奶奶被抓走了 然后城主就带了好多玄师去了夜家 夜鲜巡也被抓走了 好多玄师 怎么回事 五等拜见玄天圣旅 恭喜圣旅拿下摩羞 拯救全城百姓 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出现 却是被困在鱼网里 好丢领啊 奶奶 您身体没什么大碍 大约就是昨天晚上被人绑走 受了些惊吓 我待会给您开点不要 您吃了休息两天 就没事了 好 好啊 没想到小阮啊 你的医术也这么好 你要不说 我都不知道 你居然把同渊 那么多年的病 都给治好了 这没什么呢 奶奶 医术本就是我们玄门武术之一啊 不错 但是我听说 你们玄门中人都有五臂三缺 放心吧奶奶 五臂三缺是专门针对泄露天机之人的惩罚 我太上玄天宗乃玄门正宗 更注重修身修心 有破解五臂三缺 有破解五臂三缺的办法 您不用担心 那就好 那 你和同渊的婚事 我就准了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是你这个叛徒啊 我都找了你几十年了 这下终于找到了 走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我 made mistakes and I can't go bac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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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